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场AI浪潮之中呢 几家公司之间呢居然玩出了一个资本上的财富涌动机循环 是谁呢 OpenAI、英伟达、微软以及大家没有想到的甲骨文 这个循环是这样的 OpenAI它训练需要更强的GPT模型 那它就得买算力 之前呢它的算力主要来自于微软的Azoo和超级计算机 不过呢从2024年开始啊 微软和甲骨文之间也官宣了合作 将Azoo和的AI平台扩展到Oracle Cloud就是OCI 那这就使得甲骨文呢 也间接接入了OpenAI的算力需求当中 甲骨文为了满足这些AI客户的扩展需求呢 它只能疯狂的采购英伟达的GPU 英伟达卖掉GPU 可以说它赚的是盆满钵满 而且英伟达在2025年呢和OpenAI 它也宣布了战略合作 说在未来会逐步投资最多1000亿美元给OpenAI 为它提供算力建设的支持 于是大家看到这个资金呢就在这几家公司之间流转了 形成一个循环 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我们把它叫做AI财富涌动机 那问题来了 这个循环它真的能无限运转吗 还是说它其实更像是一场资本的游戏 迟早会有风险爆发的一天呢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资本循环的一个基本逻辑啊 第一步OpenAI它需要算力 训练GPT4的成本被业界普遍推测是在数亿美元的级别 因为具体数字没有公开 OpenAI的模型主要是跑在微软的Azoo和超级计算机上面的 但是微软和甲骨文合作之后呢 让OCI也有一部分和OpenAI的算力订单进行合作 第二步甲骨文提供云拓展 甲骨文呢本来在云赛道是落后的 但是因为和Azoo和的合作 以及AI大客户的需求 它获得了新的业务增长 为了支撑这些扩展需求呢 甲骨文不得不大规模的采购英伟达的GPU 第三步呢英伟达卖GPU兼投资OpenAI 英伟达的H100B100芯片呢 被称为是AI石油 缺货严重 就连科技巨头都要排队 英伟达赚到的钱 把它的市值推上了3万亿美元的高点 但他在2025年呢 宣布和OpenAI的战略合作协议 说在未来的若干年内 给他投资呢最多1000亿美元 于是这个循环的雏形就出现了 OpenAI有需求 他需要采购微软和甲骨文的云算力 那英伟达呢 他作为硬件厂商 他卖算力给这些公司 同时还直接投资OpenAI 注意啊这里这个微软 他有双重身份 微软不仅是OpenAI的核心云服务提供商 他同时还是OpenAI目前最大的投资者 从2019年开始 微软陆续向OpenAI投资超过了130亿美元 所以微软在这个循环里面呢 同时扮演着投资方和供应商的双重角色 这就让这个资本循环变得更加紧密了 微软投资OpenAI那资金呢进入AI应用 OpenAI呢在付费使用Azoo和算力 资金又流回了微软云 Azoo和为了满足算力需求呢 大规模的采购英伟达的GPU 资金呢又流向了英伟达 英伟达赚到钱呢 再通过战略合作投资OpenAI 反补AI应用 哎这样一来啊 你看这个闭环不仅存在 而且呢似乎还出现了一些大的赢家 讲到这里啊 有人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英伟达不直接卖芯片给OpenAI呢 因为OpenAI本身 它没有超级计算机的基础设施建设呀 训练GPT4GPT5需要的是成千上万张 GPU加上高速互联网络 加上数据中心的运维能力 而不是简单的买一些显卡 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它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超算平台 OpenAI自己现在还不具备建设和运营 这种超算的条件 它现在既没有全球的数据中心 也没有电力冷却光纤等基础设施 所以OpenAI呢 它必须依托大型的云厂商 就是微软的Azoo来搭建和托管训练环境 这就是为什么英伟达不会直接卖GPU给OpenAI 而是得先把GPU卖给微软和甲骨文 然后再由他们提供算力服务给OpenAI 甲骨文在2024年开始和微软合作 把Azoo和AI平台扩展到Oracle Cloud 这样一来呢 OpenAI在Azoo上的工作负载 有一部分呢也可以跑在甲骨文的OCI的机房里 所以甲骨文的角色应该是辅助扩展的云厂商 而不是这个循环当中的核心 那英伟达和OpenAI的投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英伟达它不是通过直接卖硬件形成资本循环的 而是通过战略合作投资到OpenAI 他们的协议是说未来每部署一级瓦级的AI系统时 英伟达就会逐步投资给它 总额可能会达到1000亿美元 这才是资金又回流到OpenAI的一个逻辑链 所以这个真实的循环呢 就是英伟达它卖GPU给微软的Azoo和部分呢 也会卖给Oracle的OCI提供算力 然后呢他们两个再提供给OpenAI OpenAI通过市场应用回流部分资本 那同时再加上英伟达的战略投资反哺 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资本链路 为什么这个循环能够成立 首先是技术的稀缺性 GPU现在是供不应求啊 是AI的入场券 第二个可以说是需求爆发 像Chat,GPT,Sora每一步都需要消耗海量的算力 第三个就是资本愿意买单 投资人现在可以说把AI当成了 当下的一次科技革命持续再加码 那问题来了 这是不是个泡沫呢 看上去是有泡沫的影子的 英伟达现在市值已经3万亿美元了 OpenAI的估值已经达到1500亿美元 但是需求呢应该说也是真实存在的 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也不同 这次AI落地已经发生了 所以是真的有需求 当然也有部分的泡沫 那关键就在于资金能否熬到盈利兑现的那一切 这个循环里有哪些风险呢 首先就是这个算力依赖的风险 它现在是过度依赖英伟达了 如果一旦地缘正值或者是供应链出现问题 这个循环链就可能断了 第二个就是盈利模式的风险 目前呢 OpenAI的订阅费和API的收入 远远不足以覆盖算力的开支 第三个呢 就是宏观金融的风险 如果美联储收减了货币政策 融资环境变冷 那整个这个循环可能会停摆 好 那作为投资者 我们应该怎么看 短期啊 不要幻想无风险暴力的存在 AI概念股波动极大 长期来看呢 首先还是这个硬件的确定性最强 英伟达是真正那个卖铲子的人 云服务商次之 微软亚马逊都很稳健 甲骨文呢 算是一个追赶者 那第三 这个应用层还是要谨慎 OpenAI虽然现在风头无聊 但它的商业模式呢 也没有说完全跑通 因为现在还不算盈利 历史上啊 每一次技术革命的背后 都是一场资本盛宴 蒸汽机铁路互联网 从来都是如此 这一次的AI财富涌动机 或许能创造新的财富神话 但也可能留下新的泡沫故事 对于投资者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追逐神话 而是要识别风险 抓住能长期跑下去的 那一部分机会 我是苏涵 我们下期见